下面咱就看另外一个字典 叫做什么呢 静态 动态 伪静态 伪军不用说吧 假的吗 伪装吗 伪装者吗 看过伪装者这个电视剧吗 你可以去看看 这是假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什么叫静态呢 首先说URL 我那会给大家说过了 URL说的直白一点 是不是它就是一个 说的直白一点 是不是一个资源地位服 更通的一点 就是访问哪一个网站呢 哪一个路径下呢 哪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路径吧 这叫做URL 那么URL呢 基本上咱们大家在去上网的时候 会常见的什么几种 第一种 这样的 见过吧 前面的域名 就是什么 百度的com 3W的什么的com 新浪的com 甭管 往往会出现等等 还有很多的东西 是不是最后会出现一个STML吧 这种东西 大家肯定见过 那么还有一些域名呢 是这样的 前面一坨的东西 后面呢 带着个问号 问号后面一坨呢 它有什么 一个东西等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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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印象了吗 大家还有印象 咱们那天在 就这样吧 我打开 咱们在访问那个叫 京东的时候 链接 打开这 咱们再访问一下京东 好了 这个iPhoneX 你可以买 你也可以不买 反正我不会买 咱们的网 域名是1916833是吗 看见了吧 OK 看见了吗 好了 来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 那么咱们比方说 送一个iPhoneX iPhone怎么行 iPhone iPhoneX 来来来 看着 这个iPhone8怎么出来了 不要买iPhone8 iPhone8太扯了 换了个壳 这个iPhone8不要买 好了 是不是有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 大家看 看着 这个地方 是不是带着个问号 看看 看看 看着 是不是带着个问号 是不是有个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 你得拍 World的关键字 Encode 这是加编码 这个不知道啥 P什么VID 为什么会出这一坨 它往往就是 这就是用来防止 爬出来的东西 这就是 我给你一个唯一的值 你必须提交 不提交这个唯一值 我不让你访问 那就是为了防止爬中的 那么我要翻 点下一页 点这个第二页 看这个地方 大家没发现了 是不是这个地方出现了 配置等于几 Click等于0 什么S等于59 等于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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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 什么Stop等于1 RE等于1 等等等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东西了吧 那么大家没发现一个特点 咱们再去调用京东的时候 有一个问号 后面是不是这一坨 是不是随着 你将来点的第几页不一样 第几页在哪 在这 我再点个第 点个第六页 大家看 它这个地方 这个页数 它特别诡异 是吧 又变成了第九页 京东就这么多的 就它就不让你找到规律 很费劲 好那么 这个地方大家没发现 我前面基本不变 但是呢 我后边在变化的时候 我将来看到 这个页面的数据 是不是在变化 访问呢 其实呢 就是同一个请求方案 访问呢 是同一个函数的处理过程 只不过这个函数的处理过程 根据你传的 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做摊数 这个地方叫做摊数 这个地方 这个摊数不一样 那么请问同伴 最终咱们实现效果 是不一样了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说明了 这样的域名叫什么呢 这样的域名叫做动态域名 就动态的URL不叫域名 这样的URL叫动态URL 访问呢 访问的前面是固定的 但是呢 后边是在变化的 这样的叫做动态的 有一些呢 这样呢 是不变的 这就叫做静态的 静态和动态有什么区别 静态 直白来讲 就是咱们原来实现的 最最最基本的那种方案 我有一个110.html 110.html里边 已经把所有的信息 都写固定了 不再变了 不再变了 这就是静态的 那么什么叫动态的呢 我这个页面里边 这个html这个格式的数据 还不确定到底有什么 决定的 京东 对吧 根据你写 你查询的东西不一样 对吧 推广的信息不一样 那最终显示的结果也不一样 那么这种方式呢 咱就称之为动态了 通常讲 如果你把这个页面写死了 写到一个固定的文件里边去了 这叫静态的 我请求的就是这个固定的 不变的 如果我为了 根据用户的需求不一样 我得到的过程 基本模板是一样的 但是数据不一样 那么这种方式呢 往往就称之为动态的 那么咱们所见到的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东西 叫做AFP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PTP了吧 那么说 常见的网站的 常见的网站的后缀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 一个是Java写的 这个Java写的 这个是什么写的 应该是 对 Dellent写的 就是对 那种语言写的 Windows那种语言写的 那么这个的PHP呢 就是世界上对好的语言 不是PHP语言 就是PHP语言 至于为什么是对好的呢 这局查一查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不能说每种语言的好坏 只能说将来用来干什么 就是对不对 反正网上都这么说 咱们也是听到这个词语而已 好了 那么 PCP的 Python的 Java的 以及 Dellent它的语言的 Vama都会在这个地方 Java呢 特殊在哪 你看 你没发现在问号前面 他把那个点后缀给他抹了吗 抹掉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让你猜不出来 他的网站的后台 是什么语言写的 因为你要是用PCP语言写 我就找语言的漏洞 你是Java写的 我就找Java语言的漏洞 你是什么语言写的 我就找什么语言 我不告诉你 不就相当于增加了 你将来去攻击我网站的可能性吗 对吧 就是减少了你攻击我网站的可能性 相当于增强了防护功能 那不管怎么说 我给大家讲解 这两种URL的目的是什么呢 两个例子 第一个 现实情况当中存在这两种URL 这两种URL不同 首先说静态URL是这个页面写固定的 而动态是不固定的 对吧 那好处是什么呢 那么既然这个根本是固定的 谁改谁麻烦 对不对 怎么做了呢 一般情况下 一个新闻的记者先出了一份稿子 然后接下来 你公司里边这个开发者 直接把它生成这样一个SDML 直接扔到你的某个硬盘里边的某个文件 加下的某个文件里边去 写到里边就固定了 就不变了 因为新闻是不是一般不会变化了吧 新闻一般都不会变化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写固定了 那么为什么有动态的不用 你反而用静态的呢 因为静态的一大特点是 说得直白的讲 它是放在硬盘上的某个路径下的某个文件 加下的某一个固定文件 那么这种时候 我浏览器访问服务器 服务器直接打开 取出来 是不是直接给了浏览器 要快 这就是目的 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在于 它对SEO呢 支持呢 非常好 什么叫SEO呢 叫搜索引擎的优化 简而言之 简而言之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给大家打开了一下 SEO 说了什么 搜索引擎优化 通过对网站 网站里的优化 以及什么什么什么进行优化 从而提高网站的关键字排名 以及公司的产品的曝光度 这是核心 我优化了 我的排名就靠钱 打个比方 来咱们搜个东西 百度 比方说咱们搜一个 比方说咱搜一个叫做这个 网卡 咱们搜一个网卡 我看看有没有广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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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多少广告 到这 全都是 看着吗 这 这个是广告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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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广告的是 谁投的广告 越多 钱越多 谁在前面 那么一般百度怎么赚钱了 暂时不要钱 点一下 10块钱 点一下20块钱 百度是这么要钱的 就说你我搜了个网卡出来了 你这个地方不是有家店铺吗 它一定是天猫的店铺 你只要一点 打个比方 是不是他就把我引到了这家店铺里面去了吧 如果你在这家店铺里面 买任何一个东西 那么 他有可能百度就抽成 这是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 百度怎么多呢 百度一般百分之百这么多 竞价排名 你出的价越高 都说这个相应的关键度的时候 你就排到对前面 只要用户一点 你就给我10到50块钱之内 就是点这一下 百度就赚了他的钱 百度赚钱 你点一下 为百度赚钱 你懂吗 你点一下是为百度打工 就这个道理 点一下百度挣10块 点一下百度挣20 就这个道理 所以说懂吗 如果你直接是想试一试的话 是吧 想要恶心恶心这个网站的话 恶心恶心这个电商的话 对吧 你比去超市要捏那个方便面 要强很多 捏一般方便面 才五毛钱了 点一下十几块钱 好了 看着 这是竞价排名 这是花钱的 很多人呢 他不会花钱竞价排名 但是他还靠钱 有没有 你看着 像这个太平洋 这个他是不是靠钱 像这个驱动管家 你们发现 是不是他就靠后 为什么太平洋 他在前面 这个在后边 对吧 这就是竞价排名 这就是什么 速度隐性的优化 速度隐性优化 在你没有出钱的情况下 谁排在前面 谁排在后边 是SEO来决定的 根据你网站的观念字 你网站的很多信息 最终百度进行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权限的一个 一个判断 或者是一个 什么呢 叫做 具体有个东西 叫做权职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来进行判断 最终谁在前面 谁在后边 最终就决定了 不是权限 好像一个权重 对 权重 一个字叫权重 谁在前面 谁在后边 所以说呢 同学我告诉你 如果以后你自己做了网站 前十页里边 你想着梦想 绝对没你 你在思想一个场景 真正的 我说一个观念字里的时候 你会点几页 两三页 顶多 你绝对不会点 第十页以后的 百分之百 反而我不点 同学那么说明什么了呢 谁都希望靠钱 你说是不是有道理 所以说两种花 一种花钱 你立马就在前面 对吧 但是咱们都是讨厌创业 哪有那么多钱 所以说你就优化 差不多半年以后 你就拍在前面 你半年以后 对 你先播种 半年以后才收 一个道理 十年不开张 一开吃几年也可以 对吧 没问题 那么这就是 SEO优化 这边来讲 静态的URL 对SEO优化比较好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好不容易做了个网站 他不用动态 用静态的 这是目的 这就是他的缺点 听得清楚了吧 他方便在于将来 我把数据 扔到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呢 根据用户的访问 不一样 接下来我从数据库 查出来给他就完了 搜索引擎 对他的优化呢 一般 总体来说 一般 Inf呢 动态 好错 将来网站开发方便 数据修改方便 放在数据库里面 但是呢 SEO优化的不太好 一般情况 但是这种静态的优点是 SEO优化相当好 但是呢 缺点是在于 你修改这个文件内容 很麻烦 听懂了吧 反正你要这个 就就就就 就舍了那个 你要那个就舍那个 优何兄长 就看你想要用什么 那么现在就出现了一种什么呢 叫做伪静态 什么叫伪静态啊 你不是说 我用动态的后缀 它不是点HTML的时候 将来浏览 这个搜索引擎 对我的支持不太好吗 那我就弄出个假的 不就完了吗 最终的效果是什么呢 让百度 或者说是谷歌 或者说是搜狗 或者说是360 这种搜索引擎 认为这是一个静态的 将来 它就排名靠前 当你去点的时候 确确实实 你的网站 还是按照动态来处理 比方说 这个当作我要调用的 这个当作我要调用某个函数的时候 给它的一个变量名 这个表示给这个变量个值 那么最终就变成了 我就调某一个函数的时候 课数是变量名 值是74 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呢 我就调用第74个课程 那么第74个课程 拿到74之后 从数据库里面找出来 那么接下来这个页面 就是一个动态页面了 听懂意思了吗 静态的搜索引擎好 但是缺点在于修改麻烦 动态的搜索引擎支持不太好 一般情况 但是开发方面 那能不能结合呢 伪静态 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最终 弄一个假的STML文件就完了 这就是我告诉大家的 静态 伪静态 以及动态 这种区别 那么说完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最终想让大家干净什么事情呢 思考个问题 咱们就下课休息 咱们当前 把这个服务器允起来的时候 咱们在这个地方运行 大家看 我再去防卫 是不是都是点PY防卫 实际开发的时候 你写上点PY 它的引擎 都是相当烂的 怎么做的呢 如果要是能把它变成STML 你懂我意思了吧 还是调用咱们那个框架里的东西 还是显示这个页面 请问这个是 是不是就解了吧 那么是你 你觉得应该在哪个地方动手 去实现伪静态的支持呢 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问题 思考思考 好啊 有点 多谢观看